今天很開心本宋又要請我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高中是讀中立高商的資料處理科是高級 然後國中是記憶版 因為其實成績不好也沒有無心語課業 之後保送到真理大學的國際貿易系 然後在中立高商的時候 我有參加熱舞社 然後之後從推徵統徹推徵然後到真理大學 再來轉學到四星大學新聞系 之後因為轉學過後一些心態改變 然後就參加了十節的學生大會的培訓幹部 之後還有參加街頭入跑一個台北的跑團 我是桃園人 然後我想做一個溫暖的人 然後跟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這一張照片是在跑團 他們有自己辦一個春酒 然後就要順裝打扮 然後就 你以前參加大學的時候沒有 沒有啦 等一下可以叫我小奈 在高中的時候參加熱舞社 他是以前有那個鋪馬杯 然後學姐是參聯世界的冠軍 然後所以我們那個壓力就會非常大 就想說我們一定要五連霸五連霸 所以幾乎每天都在練練舞 然後暑假也在練舞 全國比賽是在暑假的最後前一兩天 然後我們暑假就是早也練完也練 會覺得很累 但是 但是覺得到最後第三名 覺得不會放棄自己 就是會覺得很難過啦 但是不會覺得說 因此否定自己 還是 還是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回憶 對 然後我們在之間就是無止境的練舞 就是一直蹲一直蹲 然後別人想說為什麼我們都在蹲 因為 因為我們都在練基礎 然後 在同時我也有參加一些比賽跟表演 然後會北中南都跑 因為排舞其實很貴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比賽去賺那些錢 不然我們就要一個人可能要付個一兩千塊 或是兩三千塊 還有排舞的製裝費啊 其實都還蠻貴的 再來 推進到真理大學的國際貿易系 是用高職去推大學的 你們應該會想說應該要上個科技大學之類的 只是覺得在大學的時候 可以認識到比較不一樣的朋友 因為科技大學就是高職上去了嘛 然後大學就是高中直接上去了 然後在國際貿易系我也覺得 我不是上課的頭腦 想說就隨便混啊 然後就開心的去跳垃圾 然後去參加一些其他的課外活動之類的 無心語科業 但是那個時候就已經想說 我一定要轉學考 不然我覺得四年在這邊 應該都是做一些沒有重點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就很開心的去垃圾 然後表演 然後出去玩 就會想說我要轉學 就下學期開始 就會開始跟他們講說 沒有要參加這場比賽跟表演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走 為什麼不在這邊當幹部 然後跟我們一起 然後就在這邊 然後就在這邊 你都留在這邊了 為什麼不隨遇而安就好 我就想說 難道我轉來這邊我就要隨遇而安 然後隨波逐流嗎 如果你害怕改變現狀 然後就 然後就待在這邊 然後不去改變 然後四年就這樣 會覺得自己的人生很沒有 很沒有意義跟沒有 沒有那個重點 然後之後我就考轉學考 然後他們在準備懲罰的時候 我就在圖書館 他們在表演開心跳舞的時候 然後我也在宿舍裡面讀寫生論題 雅佩一定感受神科 然後現在會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要讀新聞系 因為我想影響別人 然後就現在還會蠻 去經營自己的FB的 因為其實很多老闆啊 很多不一樣認識的人 都會先看FB 然後就會知道你這個人 大概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如果你發一些廢文 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應該沒有什麼重點 或者是每天都發一些 吃喝玩樂的 就覺得這個人沒有什麼深度 就可能一開始 如果不認識你的人 會這樣啦 所以就其實還蠻 經營自己的FB的 然後其實 當新聞 讀新聞信以出來 應該都會先當記者 或者是主播之類的 那當記者 人家應該會說很累 但是其實當記者 可以得到第一手資訊 因為現在很多的報導 都是經過記者去主觀的報導 因為你挑這個報導的主題 跟報導的內容 都是由記者主觀的想法去切入 然後去寫的 然後記者的工作只是 盡量的去隱藏自己主觀的想法 盡量讓他去客觀中立 然後也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事情 跟不一樣的挑戰 一些在報導上面看不到的思考層面 然後在FB上面 你可以分享一些 你覺得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讓一些無感的人 慢慢的去變得有感 因為我覺得 當你可以去影響一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就會慢慢的影響越來越多人 然後漸漸的大家就會去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或者是對這個事情有興趣 那轉學成功之後 我覺得對自己非常有自信 所以就會去嘗試一些 我覺得平常我應該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就去面試了 十大結束青年基金會的幹部 培訓幹部 他們會有一年的培訓幹部 然後之後 第二年就是你接幹 那我們十節的新興會 學生會的內容大概就是 會有一些專案競賽啊 專案競賽 就是會有公益的競賽 讓你們自己去想 這個專案要去怎麼執行 然後去跟一些社福單位去接洽 然後在其中那個團體溝通的方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學習跟挑戰 因為你可以遇到很多不一樣的人 來自不一樣科系的人 他們想法 他們的思維模式就不一樣 你要想辦法去怎麼跟他們 怎麼講 合作啊 然後去溝通 對 然後我們也有一年份的 一年份的培訓課程 像這個就是請來施明德 他就講他當初的故事 然後有請來張登吉教授 就是台灣大學副教授 他來講國際兩岸的關係 還有彭明慧教授 就各種批判啊什麼的 都有 就還蠻有趣的 你可以跟一些平常 要花三四千塊去論壇廳 的一些大師 然後面對面的對談 其實算是受獲 欸 收益兩多 然後時捷也有很多的機會 像是交流團 我們會有北京跟西安 就是各種不一樣的地方 會跟大陸的兩岸同學去做交流 還有去看一些文化不一樣的地方 大陸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兩岸隔得很近 其實很熟悉 但是文化上卻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又很陌生 其實時間還蠻多機會 可以去爭取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明年有空的話 可以來看看 今年十月就可以來 來那個面試 然後這是北京厚海 像有兩天的深度自由行 就是北京的志願者帶你們去各種小巷弄啊 然後去看跟團看不到的東西 再來 最後我參加一個街頭路跑 就是我平常會在 因為我在台北讀書嘛 然後就會參 就覺得很無聊 然後我同學就問我說 欸 我們平常有參加一個跑團 要不要來看看 然後我就學問 因為他說 每個星期四都有不一樣的主題 跟不一樣的路線 然後有不一樣的人 你可以來跟他們分享熱情 然後跟 來跑不一樣的路線 然後就覺得很酷 超酷的 然後街頭路跑的精神 就是城市為旅行 你可以 你可以在各種不一樣的地方看到 你不一樣 就平常不會去注意到的地方 然後我們 之前就有在那個總統府前面 拍照 然後全部跳起來 然後那時候還引起警衛的 警衛的那個 在這邊違反機會有行 之類的 對 就很有趣 就是到處都會 都會拍 欸 欸 按到了 然後 可能會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要跑步 那你又為什麼要跑 跑步很累不是嗎 然後夏天又流一堆汗 然後冬天又很冷 那我覺得 可以用自己的雙腳去體會大自然 因為其實平常沒有什麼機會 你就是 呃 坐車出去啊 走馬看花看看 喔這個 還蠻漂亮的 就這樣 但是當你用自己的雙腳去跑 跑步的時候 你那個空間感跟時間感就完全不一樣 然後也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因為我覺得這個城市很冷漠 你可以 透過跑步去拉近我跟你的距離 對 我一直覺得 呃 跟自己在一起是一件 amazing 的事情 當你認真的與自己在一起的時候 不管是時間或者是速度 不管是 一兩 一步或是兩小步 當你認真與自己的身體在一起 你就會更 超愛自己 當你超愛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更愛任何人 然後你可以發現平常沒有發現的小確幸 然後也可以 跟自己對話 跟自己比賽 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城市的微旅行 其實你平常都不會發現到這些 像弄彎腳 是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也可以追求自己的極限 舒解壓力 減肥瘦身 還有可以認識朋友 跟身體健康 然後我們也常常會辦一些主題路跑 就是自己 自己想的 然後就是索爾 就我們會有辦那個角色扮演 然後還有Color Me Red Color Me Wrong 什麼的 可是主題路跑就是在去年 比較夯 那是我們之前跑的路線圖 用Nike Plus Nike Ronny加 然後畫一個 長蛾跟 這個是玉兔跟 冰淇淋的 的形狀 對 然後都好幾公里 大概最多才七八公里而已 就很酷 非常酷 還可以認識很多人 然後這個是 我也 在這半年的馬拉松 跑步生活 也去參加萬金石的馬拉松 然後富邦馬拉松 太魯格馬拉松 跟 昨天我去跑豐貴嘴 在山路 然後都是二十一公里 對 然後就 山路就非常累 非常累 而且之前的還有下大雨 但是我覺得 跟朋友一起 然後他們都會跟你講 加油 加油 就是那種感覺會非常不一樣 就會覺得 其實跑步其實沒有那麼累 而且感受到那種熱情 對 所以最好的步數 就是自殺式的步數 今天就是你死亡的好日子 對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 只要你願意 這個世界永遠去等著你去挖掘它的美麗 只要 只要你想 只要你肯其實 很多事情都不是 都不是很難很困難的 只要你願意 隨時都可以一起跑步 謝謝 謝謝 對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 哈囉 喜歡炒壞的 可以啊可以 單身嗎 那個在 有一個網址就是 X圈圈點 打抗點DW 就可以報了 X圈圈 X圈圈 就X圈圈打抗點DW 感覺就是可以讀耶 不是 對 但是每個星期四都有 每個星期四晚上 嗯對 一個禮拜九以上 嗯一次 你也可以在那個其他時間 跟其他跑友練跑啊 再約出來跑 那你平常沒有跟他跑的時候 你都會自己跑 嗯 跑河濱公園 河濱公園就繞 或者是跑外面也可以 也就跑七樓 那你會顏幕覺得 汽車那些排放不錯 啊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 那你會戴那個 有些人會戴一些 口罩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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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跑步的時候 就覺得空氣滿清新的 哈哈哈哈 就是像河濱的時候吧 我以為是從 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覺得跑步是有益生理健康啦 對 對 還有問題嗎 OK 好 對 自常就是你用盡全力跑啊 喔 用盡全力跑 其實 挑選鞋子也很重要 就是如果不合腳的運動鞋 其實會上膝蓋 而且比較好一點的運動鞋 有比較好的避震效果 因為你的膝蓋 柏油路跟水泥地是 它的反彈的正力會承受在膝蓋上 膝蓋就是承受你兩倍的體重 就會非常的傷膝蓋 而且下坡比上坡傷 對 因為下坡你就膝蓋就一直磨 一直磨一直磨 上坡就還好 嗯 然後重訓也有差 重訓 也有在重訓 有啊 看不出來 沒有 對 跑 像要長跑的 是不是沒有辦法做比較重量的 就是太重 不一定耶 看核心啦 好 不是我之前有做到太重了之後 其實應該跑 怎麼辦 怎麼辦 我給他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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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直接先去 我們大學大學大學 大家一直互加好友 哈哈 這是好 對 OK 好 還有嗎 好 那這樣的話 今天的焦點就到此結束 那感謝現場 謝謝麗玲的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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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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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